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至九节 大为家族的树桩要掌出身知 那老根要掌出结果子的身知 上主的灵要停留在他身上 那是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大有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上主的灵 他要以顺服上主为乐 他不凭外貌平断人 也不凭以民作判决 他要使贫穷人得到公平 并为受剝削的人作公正的判决 他话语的威力使大地震动 他口中的气息要消灭恶人 他要把公义当作要带系上 把真理当作衬衣穿上 到了那一天 狼要和羊羔同住 炮子与小山羊同饿 小牛又粗要和狮子安然相处 并由小孩子牵引他们 母牛要在红旁边吃草 小红和小牛躺在一起 狮子要吃草 将牛一羊 嬴儿要在眼颈蛇的洞旁安然兮兮 幼儿将手伸进毒蛇月也不会受伤 在我圣山的各处 没有伤害也没有毁灭 因为就如同水注满海洋 认识上主的人也要遍满大地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好上师2 接着第六至九节描述这个公义世界的远景 本来极为空猛的野兽 也要收起食人的尿牙 愿意和人安然共处 那些恶霸变得非常顺服 社会上的弱势社群 再不用畏惧权势 圣经中公义的远景 好像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 但它又确实为我们指出一个具体的方向 让信徒在不公义的境况下 仍然怀抱盼望 环顾信徒日常工作的环境 上师和下属 处于一个被扭曲的关系里面 上师往往并非以正值准则来行事 终日所想的 就是如何剥削下属的工资和福利 以最小的成本 贸求最大的利益 而员工也挖空心思去逃避责任 正是多做多错 少做小错 作为基督徒的老板和员工 我们能不能执着对公义的坚持 实践圣经中的真理和正值的要求呢 在建立理想社会的遥远路途上 可不可以先由我们做起呢 祈求普世人类都认识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让整个世界都变得和平、喜乐 谢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